中文字幕志愿者 仅需9块9 地址南昌永书路9号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鞋对面 并向不息保险项 存放贵车西站项 点心扎便信修的 相关人文里多选择 电子这个时间 好多年都会之前 固根设置那个情况 当然了 掐点子杂 掐点子水就会得到分改 但是有些年 掐了水 还是没有办法分改 还有之前 眼里都流不着呢 还有浪亚机 关键等等 好多症状 那么过去有个人 是那个免疫系统 出了问题 变日盈盈酷暑难耐 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 也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喝了水 也无法缓解 并伴有欲哭无泪 牙齿脱落 关节痛等症状 这很可能是患了一种 叫肝燥综合征的 自身免疫病 每年的7月23日 是世界肝燥日 关于肝燥综合征 您了解吗 牛医生介绍 肝燥综合征 是一个主要 类及外分泌腺体的 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 临床除了拖液腺 和肋腺受损功能下降 而出现口干舌干外 还会出现多系统损害 像肺部 肾脏 血液系统 神经等 在我国人群中 肝燥综合征的患病率 为0.1%至0.6% 男女比例为1比9到1比20区间 还是以女性居多 50岁以上的女性是高发人群 大多数患者的话 可能仅需要吃药 就可以去治疗 我们每天坚持用药 甚至都不需要打针 也可以做一些比方说是我们那个肺部的功能锻炼 我们平时保持一些皮肤的一些湿润 可以用一些护肤品 我们可以多喝点水 保持口腔的卫生 预防感染 这些都是可以去很好的预防和治疗这个疾病的 据了解 肝燥综合征虽然不能根治 但是早发现 早干预 病情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因此大伙在出现口肝 眼肝 乏力失眠等症状时 一定要及早到正规医院就诊 灌综合征 是满性的免疫系统级别 与女性居多 尤其是医生和妇女 监视高发人群 虽然不能监视 但是早发现 早治疗 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希望大家出现了相关的症状 有七十个到珍贵医院求诊 好 休想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奥段 监督 精彩 理论 不要走开 早起飞 真奥会开始了 来来来来 预备 发枪 五兜水球来到第一 拼了 五兜选手 十三点二四秒 拿到了冠军 燃村脑 来夺冠 选手准备 女单 决胜局 开打 好球 再次来到三点 漂亮 这样花运队选手 四比一拿下首轮比赛 燃村脑 来夺冠 比赛开始 铁猪队率先发力 牛牛队摇紧牙冠点中 双方都在寻找突破的机会 赢了 铁猪队赢了 燃村脑 来夺冠 2024年加多保春奥会江西赛区 即将火热开赛 四江湾发动 亲爱的大家不懂 好家好玩好管 我都在替宝掌 网告知 欢迎飞链 这点是高温 不得 四五个保持继 明显编短 浪漾如尊 出身为了一些难的 好多年 都拿冰箱当作 四五个保险箱 洗的素材啊水果啊 咬到进去 养仔养饭 全部塞里 可是想法是很危险 千万不要咬到 只要把东西咬到冰箱里 四五就一定没有问题 冰箱里这个四五 浪漾保准 咬到太有好味 前不久 温州市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 收治了一位 急性肠胃炎的患者 原因是 他将没有吃完的西瓜 直接放进冰箱 隔天下午吃了之后 当晚就出现了腹泻 四肢乏力 恶心 体温升高等症状 就是用保鲜膜 将整个西瓜的封面 完全封闭 最好也是20小时内 我们就要进食了 然后从冰箱里面 拿出西瓜之后 要将西瓜的切面 一厘米的地方 的部分要切掉 因为随着时间的退役 上面的细菌 是越来越多的 就很容易引起 未尘到的一个感染 通常一些食物 会将细菌带进冰箱 例如沙门氏菌 主要来自于鸡蛋 肉类等农产品 炙鹤氏菌 来自于蔬菜和水果 而耶尔森菌 里斯特菌等细菌氏冷 冰箱冷藏室 4度到8度的温度 反而能够迅速增长繁殖 因此冰箱冷藏室内 熟食和生食一定要分开存放 采取上熟下生的摆放方式 避免生食的汁水 滴到熟食中 另外不是所有果蔬 都适合放冰箱 水果店里各类水果的 保鲜方法 就很适合大伙参考 香蕉 芒果 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冷藏 冷藏了之后 它香蕉会变黑 然后芒果你冷藏了之后 它就算是熟了 它表皮也会很多半点 而且口感也没有那么好的 近日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一种只需要一毫克就可以致命的 米酵菌酸 在高温潮湿天气下 存在于发酵玉米面 凉皮儿 盒粉等 骨类发酵食品 变质鲜银耳 泡发不当的木耳 还有马铃薯粉条 山芋淀粉等 发酵鼠类制品中 如果发现这类产品出现 霉斑 黑斑 粉斑 绿斑 黄斑等 绝不能食用 如果怀疑自己发生食物中毒 应尽快催吐 到医院就诊 所以我们要挺击个 清理还是病相 分类存放食物 灌注这个保持剂 记住病相 不惜保险相 合理使用 才能保障我们的饮食检告 让我们养诊良好的习惯 不要让病相 成为健康的因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话诈骗被骗走6万9千多元 当地警方调查发现 诈骗分子使用的电话号码 来自武汉市江岸区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 我们就立刻对这个卡组进行研判 不到两天时间 警方就将嫌疑人汪某抓获 汪某交代 他最近在网上接到了一个境外人员 交给他的任务 只需将武汉本地手机卡 插入他们提供的电信诈骗设备 并保持正常运转 就能按通话时长收取报酬 于是汪某收到对方寄来的 新型诈骗设备后 就使用自己和女友的手机卡 启动设备运转 配合境外诈骗分子 实施诈骗活动 按照每个小时 130UB的那种价格来经营 给予报酬 他就在4月份到6月份期间 然后大概使用了三个卡 然后连接了大概十几个小时 从中赚取了一万多块钱的账款 相比以前老的诈骗设备 这种新设备更方便携带和运用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方式 就是手机口那种设备的话 只需要两部手机 一根音频线连接之后 然后这个设备就可以简单地达到 让诈骗分子与我们的受害人联系 民警告诉记者 现在由于反诈力度的加强 境外诈骗分子已经很难 直接联系内地居民 于是诈骗分子就开发了新的诈骗设备 通过这个设备中转 境外诈骗人员可以远程操控手机 使用内地号码拨打国内受害人的电话 实施诈骗 它具有迷惑性的位置是 我们受害人接到电话时 它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国内的电话 这可以降低我们受害人的心理防线 就是这个设备 它打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电话号码是国内的 不会显示在境外 这个也具有迷惑性 目前协助境外人员实施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汪某 已被武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民警表示 如果接到陌生来电 即使是本地电话 也要提高警惕 尤其是涉及到转账汇款 交费等内容的 一定要认真核实 不要轻易相信说辞 盲目转账汇款 如果大家接到了 马上来一点 即使是本地电话 也要提高警惕 特别是涉及到转账 费等内容 一定要认真核实 不要轻易相信 盲目转账汇款 好 玩一个法题 今天讲一个高温电机 我们每个人都要放的是 身体中速 还要小心 情绪中速 个电机一连 你就容易心烦你糟 对吧 你到这小时就会 活毛散众 各种现象 就叫情绪中速 那么浪漾与风 情绪中速 我们将转账 有些的好处建议 情绪中速听得新奇 实际上是生活中 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现象 而非一类特定的疾病 主要表现是情绪波动起伏明显 即轻微躯体不适 如胸闷 心跳加快等 有可能是因为高温 这种天气 影响了我们下秋鸟的情绪调节中枢 使得我们大脑的情绪调节出现了一些问题 它本质上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出现了一个夏季特殊的情绪异常综合针 情绪中速中的人群容易情绪不稳定 行为更容易过激 容易冲动行事 同时情绪中速还会对我们的身体 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于老年人和心脏病患者 高温及情绪波动容易导致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增加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凡是保持安静 然后可以当自己比较烦躁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做一些冥想 比如说想像这个海边 想像这个雪山 这样子让自己心静自然凉 第二点就是要注意保障充足的睡眠 这样子白天第二天才能会精力充沛 预防情绪中暑 市民这段时间还要多喝水 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如绿豆 冬瓜 西瓜等 同时要少吃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以免加重身体负担 注意气机的调畅 当我们觉得很烦躁 容易想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地转移注意力 或者做一做深呼吸 做一做呼吸练习 使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 天气呢就多加掉着水 找另外一个地方好想休息 多加掉着清淡个容易消化的东西 首先新来有你一个食物 没有使来两点过空过的食物 要放松放松 要稳定住之感的情绪 不要让过在那里 把我们的心情搞坏了 好 另外一种是我们都觉得 高天跟飞机上是亲自吸烟的 但是有些人觉得电子烟应该过一把 我不是进这个范围吧 可能是不够一个 各种想法是走的 就在最近情况出 两极相关的情景 想来干 引以为改 今年6月14号 首都机场公安局 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 接到机组人员报警称 航班在万米高空飞行过程中 烟雾报警器忽然响起 接到机组报警 说是在舟山飞往大兴机场航班上 有一名旅客在卫生间内吸电子烟 烟感报警 飞机降落后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没有其他旅客看到是吧 没有别人看到的抽烟 对 因为都是我们自己人知道的 因为它是烟雾多有技巧 经了解 在飞机上吸食电子烟的是一名外籍旅客 民警依法将他口头传唤至派出所 接受调查 他认为不允许吸烟 但是可以吸电子烟 对于飞机上不允许吸电子烟 认识不是很清楚 然后引发了严感报警 违法嫌疑人对这个违法事实也供认不讳 然后根据法律的规定 我们对他进行了依法拘留的处罚 无独有偶 6月27号又有一名旅客 因在飞机上吸食电子烟 被机组人员发现 航班是由大兴机场飞往山西长治的 当时这个飞机也正在上课阶段 乘务员在对客舱进行安全检查时 突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烟味 经排查发现一名旅客 在自己的座位上 吸食随身携带的电子烟 机组人员立即报了警 民警调查后得知 旅客李某也误以为电子烟不属于禁烟范围 且未注意到飞机上通波的禁烟广播 才在座位上吸食了电子烟 经过民警的普法教育 李某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最终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李某被处以行政罚款的处罚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 关于维护民用航空秩序 保障航空运输安全的通告中 有机上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的相关通告 对违反通告规定构成违法行为的 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熟运期间民航旅客量增多 针对部分旅客对电子烟的认知误区 机场警方也做出了安全提示 电子烟和正常的咱们日常生活中吸的烟 都有能产生一些烟雾 烟雾的话容易造成烟杆报警 航空器在飞行过程当中 一旦产生烟杆报警 那么就会造成对航空安全 造成很大的一个隐患 有吸烟需求的旅客 请在航站楼前指定的吸烟区内吸烟 切勿在民用航空器内吸食 包括电子烟在内的香烟类产品 大家今天不要以为在飞机上 加电子烟就不要紧 毕竟在密闭个空间里 一大大是危险的吸烟 都可能造成太麻烦 大家都注意点事 是吧 文明出现 不要给人家长麻烦 要不要给您啊 添麻烦 那么你 好 我们一个话题 现在食用油啊 品种翻动 生活当中啊 发生油是好多年个第一选手 那么发生油有哪些营养 该弄用家才和李敬仰 我们两边 专家喜乐 食用型花生油脂含量 在45%到50%之间 口感酥脆 香味浓郁 适合油炸蒸煮来食用 而油用花生油脂含量 在50%以上 油脂含量更高 而油用花生的油脂含量 普遍在50%以上 最高可以达到60% 毫不夸张地说 一粒花生米里面 将近或者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油 花生在油料作物中的产油率 它也是最高的 一般来说 花生油的生产方式 有手工榨法 现代压榨法 和化学进出法三种 因为化学进出法 采用了化学溶剂 易燃易爆 对人体危害大 所以目前花生油生产 普遍采用前两种物理压榨法 不管哪种压榨法 最后根据油酸含量分类 花生油可以分为 普通花生油和高油酸花生油 普通花生油的油酸含量 大概在45%左右 而高油酸花生油 是由高油酸花生生产 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 高油酸花生油 除了具备 普通花生油的优势以外 高油酸还赋予了 花生油两个优点 一是耐高温 抗氧化 二是具有更高的 营养保健价值 油酸能够辅助 降低胆固醇水平 促进心脑血管健康 花生油含有三种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的成分 即单不饱和脂肪酸 白粒卤醇 和β骨骨醇 它们对于降低 血小板聚集 预防动脉硬化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 等都具有很好的作用 花生油还含有 腥 钙 甲 铁 鎂 等多种人体所需的 矿物质元素 虽然花生油好处这么多 但是要提醒大家 不能过量食用 花生油属于高能量食物 建议每天的食用量 不超过25克 超量容易引发肥胖 增加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另外大家会发现 有的花生油 有絮状物或沉淀 便担心是不是买到了 假冒伪劣产品 其实这大可放心 就纯正的花生油而言 当气温低于12摄氏度 花生油就会凝固 出现淡黄色乳白色的虚状物 气温越低 凝固程度越高 凝固速度越快 当温度降至 3摄氏度到40摄氏度左右时 花生油就会完全凝固 实际上菜油 豆油 在一定低温条件下 也会凝固 所以如果买到的花生油 不容易凝固 则有可能不是纯正的花生油 而是调和油 花生油存放在 15摄氏度以下的干燥环境 密闭保存 否则花生油的酸值 和过氧化值会增高 就会闻到一股 我们常说的那个哈味 食用对人体有害 也有很多人会担心 买到转基因花生油 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大可放心 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 有关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的相关政策规定 以获批转基因 安全证出的作物 仅有棉花 玉米 大豆 木瓜和水稻 国内商业化生产的花生 及其产品都是非转基因的 想问准备个开设 大家就不要走开 掐到转基因的发生油问题了 据了解我们国家的发生 粘重燃料已经热过了 一千六百万度 我两个三年 还装造了 丝该发生淡然水平的最高级路 所以大家 这家发生油的时间 只需要注意千万别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云南的特色美食 油基重 这个西藏菌固 本身就特别鲜 经过油炸一油 这个味道 今天是确实 脑的油是满水流氢 那么给它美食 弄弄住这个 不要紧 我们上次一个节目 大鸡中是我们的云南特产 送最重要的人才送鸡中 但是这瓶鸡中的话 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 从洗到炸出来六七个小时 云南滋味 精髓在山野 每年七八月份 一场场透雨过后 淋下繁茂的草丛里 松茅里 跟随白蚁蜜食的足迹 便可寻得黑帽鸡棕的菌窝 摸在手上 捏一下 硬不硬 你摸一下 这个真的是非常实的鸡棕 其实炸鸡棕 就是炸鸡棕 要原料好 没什么技术 用这种新鲜的野生鸡棕 炸出来 他们说的秘方是没有的 就是关键就是这个了 老赵是一名炸了十多年 游击棕的好手 每逢野生郡旺季 顾客们都载催得发货 老赵干脆明厨亮灶 几口大锅 几名师傅 在牧水花市场堂 扎下了根 路过的市民游客 都能看到一罐罐 游击棕的制作全过程 去年老赵家的游击棕 销往了全国各地 甚至海外 销售量超过了五万多罐 阿姨她跟我们洗冰子 我们是计时 但是我跟他们说了 不要着急 慢点慢点再慢点 洗干净 先积棕 洗净 瀝干水分 每一朵积棕都得用手撕条 这是保留积棕 紧实纤维感的秘诀 一切准备好 就可以开火炸了 颜色很透亮的 很激黄的 一定要用那个 罗瓶的生菜籽油 先把油温烧到260度 然后 那么准确 对 然后再冷却半个小时 到150度 才放新鲜的积棕过去 一罐上好的油积棕 是先积棕与裂油的绝响 在最费神文火炼制阶段的 一个半小时里 烹饪师傅 每隔两分钟 就要用锅铲搅动一圈 直到鸡棕在菜籽油中 慢慢化作金棕色的小醋 这是鸡棕腿 好的话 它就是看了是金亮 金黄金黄的 然后的话 也不干 也不柴 恰到好处 鸡身衣 你拿出来的话 这样子抖两下 然后它就会沙沙地想 那差不多了 就代表 差不多了 30秒 多一秒 就炸焦掉了 炸焦掉了 少一秒钟的话 它就会软 百步酒 热油所香 最大程度保留了 鸡棕的原始风味 入口酥脆鲜香 细腻风雨 满满的云南味道 无论身在何处 带上这么一罐油鸡棕 似乎将七彩云南的 灵动活泼 都完美封存 夹一筷子 足以抚慰 思念家乡的脏腑 这个才是鸡棕该有的样子 也是想做一个匠人 想做已经做了11年了 人家一知道鸡棕 说我是姓赵 人家都叫我老赵 老赵可以就行了 云南个东地人 都会煮个美食 我家呢 各位油鸡棕啊 携带方便 好多年到了云南旅游 都会带着飞来 如果那么加快 整个位高 那绝对下来还想加 忘不了个事 土地狗云南伟大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胸闷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鞋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最近几年 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 越来越少出门了 他们说 忙活了大半辈子 总算闲下来了 本该享福了 可是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腰椎肩盘又出了问题 不敢走 也不敢动 一动啊 腰就带着腿痛 还反反复复 多遗憾 用舒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舒筋建腰丸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制药精髓 强筋骨 虚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症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舒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熬夜加班 加冠加多宝 火锅加辣 加冠加多宝 比赛加油 加冠加多宝 怕上火 喝加多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了 今天的节目 要跟大家再见 国内新闻也好 5点半 准点粉线 6床 半分之半 纯芝麻油 特有播出个体保动卡 明天这个节目 今天进来老四干 请各位说定更需要的 开心外乐 肯体保 明天再见 拜拜 虽然我不知道 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但是它的花香 我还是喝出来的 是什么花呢 就这个杯子上写的 汁 这是我们的那个 印记的新品 空山之子 听起来很浪漫的名字 而且我发现 它这个名字和这个茶 就听起来和喝起来的感觉